欢迎来到西敏小药理问答 西敏小药理问答是有许多的牧者与神学家 在1647年与伦敦的西敏大教堂开会所制定的 它的目的是在于制定共同信仰的准则 西敏小药理问答它包括了107个问答 它也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 导论 第二 人所当信的 第三 人所当行的 所以西敏小药理问答 它最早制定的时候 是为了那些起初刚信主的人所预备的 所以呢 它的内容简短易懂 精简而要 在实际生活中使用的时候 联合上经文的经义 更能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 愿上帝祝福你 今天就来到了第二十一问 上帝选民的救赎主是谁 回答 上帝选民的救赎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他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成为了人的样子 他是上帝 他是完完全全的上帝 他又是完完全全的人 所以主耶稣基督 他是神人二性 这是一个位格 主耶稣基督 他是从根骨就有 并且活到永永远远 阿们